同样与选战相关 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团队 昨天召开了长照政策记者会 提出以年金制度跟征税的方式 来稳定长照的裁员 而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也喊出 每年要征税300亿元 再加上30亿的公务预算 另外洪秀柱则主张 要以保险来支援长照支出 社府团体说 这三个参选人的政策都还有未尽之处 不过保险是比较可行的方式 也就是说新一代的营法族 需要的不是养老计划 而是第二人生 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 提出长照计划 由内政部前部长李鸿源 立委李同豪操刀 提出以年金作为长照裁员 就是我们导入一个集体互保的概念 那设立具有这个主权性质的 这个超级基金 目前65岁以上的人 人口有281万人 到了2025年将逼近500万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也提出长照2.0政策 着重强化社区公共医疗 我们真希望做到 香香有长照 国民党洪秀柱日前下乡 也喊出长照在地化 三个参选者各有主张 政策比一比 洪秀柱蔡英文都强调要拉台 照护人才待遇社会地位 提高护理人员从事这行的意愿才能不让人财流失 宋楚瑜则强调透过认证制度训练志工 裁员部分 洪秀柱推动长照保险 蔡英文和宋楚瑜主张征税 绿营喊出征收300亿元 加上公务预算30亿 局营则认为应该建立年金制度稳定长照裁员 而这些都以住宅社区照护为主 不主张将老人挪移到安养中心 社府团体表示 以上政策利弊并存 最难处理的就是裁员 候选人会担心他的选票流失 所以他不敢加税 不敢动年金 对 所以之前他们一直增加一些老农金钱 等等这些政策 其实我们都会觉得非常不适当 社府团体表示 台湾老年照护支出政府补助7成 民众自费三成 初估政府一年就要花上1200亿到1500亿元 金额庞大 以长远季 三个参选人的长照裁员考量 恐怕都有未尽之处 有点TV陈玉平陈亚瑜台北报道